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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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是外食人口比例最高的 近八成人都在外面吃早餐 那它也是台灣特有的一種行業 它只開了半天 它賣的品項非常豐富 餐爺為什麼會越來越難 就是因為它要做的事情已經不像以前 它顧好一個產品就好 我們就是做麵線很好吃 做肉羹很好吃 我煎蛋餅很好吃 我可以變成一家店 現在比較像是我對這個品牌更多的想像 如果今天有一個年輕人 他想創立一間早餐店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去吃100家早餐店 去吃100家 一定要100家這麼多 假設今天你都吃完100家了 你還是說這個薯餅很好吃 你可能就不適合 你好 歡迎收看決策者 我是王嘉玲 觀眾朋友不曉得 今天吃早餐了嗎 大家對於早餐可能有很多想像 因為在我們台灣真的太多選擇 而且太幸福了 可能有的人覺得吃得飽就好 有人是想要有一種 全新的生活態度 Lifestyle 那今天為大家邀請到 這一間創立九年的店家 他們真的做到 歡迎的是 真方炭烤吐司創辦員張文哲 歡迎壽哥 大家好 嘉玲好 大家好 我剛剛稱呼你為壽哥 我一直對這個名字非常好奇 因為你就是長得 好像不是壽哥的樣子 福氣 壽哥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因為我們叫Russell 仍然念一點點 大家叫Russell 不過其實你說 就是在2015年 你創立了真方 一直到現在 真的有職業傷害 吃滿多吐司 早餐類的東西 我自己愛吃 你自己愛吃 我自己愛吃 其實你滿幸福的 從小家裡在屏東恆春 對 家裡頭其實就是做餐飲業 有哪些 主基層 活蝦自產自消 開個熱炒店 也有早餐店的親戚 我們家做滿多餐飲業的 對 但是早餐這件事情 你真的是從小接觸 就是從小家裡早餐都很豐富 有時候有麵 有蛋餅 有吐司 也會有炒餅油條 都有 尤其在南部更不一樣 早上如果在北部的話 可能就是中式早餐 頂多豆漿 炒餅油條 但是在南部可能還有麵 豐富 就我覺得南部的早餐 它選擇很多 它有像台中就有什麼大麵羹 或有炒麵 然後在屏東更多 因為屏東還有一些湯水類 屏東最特別的是什麼 早餐 我飯湯 飯湯 就吃 好像吃麥那種東西 粥粥 就是要吃到飽 比較豐富 吃醋 吃醋 那這麼多台灣 這麼多的早餐品下 對 我就很好奇 你最喜歡吃哪一樣 我其實最喜歡吃飯糰 你最喜歡吃本丸 我最喜歡飯糰 那一顆大大顆 裡面有肉有菜 然後有油條 口感 味道都很豐富這樣 都很豐富 那一顆很快樂 對 那一顆是 碳水炸蛋 對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為什麼真方就沒有這一項 真方在做我比較像 我們自己希望的 早餐店長的樣子 它乾淨 它賣吐司 讓方便上班族食用 所以速度要快平 像單純跟經典這樣 其實早餐在台灣 真的是選擇太多太多了 你知道嗎 在財政部它有統計 所以到今年六月份 就已經有 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家 觀眾朋友可能沒什麼感覺 這個數字 是比台灣的所有超商加起來 還要高的數字 但是我剛剛跟壽哥私下聊 好像這個將近兩萬家 不是真實的 就是有登記在案的有兩萬家 可是你家巷口的發財車沒登記 流動的阿嬤沒有登記 所以我們經過布什統計 網路上找很多資訊看 其實將近三萬家 將近三萬家 那包含什麼 比方說 連鎖咖啡店也是在賣早餐 確實 便利商店也是在賣早餐 所以這個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如果你在這個行業裡面 競爭其實是滿辛苦的 在早餐店這個行業 那它也是台灣特有的一種行業 它只開了半天 它賣的品項非常豐富 然後它也支持了整個地方 不管上班族 地方的社區跟家庭 有一個很方便的體驗跟環境這樣子 你真的覺得有比較競爭嗎 你覺得這個市場算是已經飽和了嗎 我覺得台灣的餐飲 都沒有到飽和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的人口沒有那麼多 那我們店家富有非常非常多 但因為早餐是 外食人口比例最高的 近八成人都在外面吃早餐 因為我們還是一個 高度在勞動的國家 所以他還要不要上班 所以他上班他用最精簡的方式 就是買一個好的早餐 然後趕快上班 然後趕快解決一天的需求這樣子 所以早餐還是 我覺得都是更新跟疊代 他可能今天這個口味吃膩了 換新的口味 因為店家時間到了 退休了或是轉行了 然後有新的店家加入這個行業這樣 其實台灣人真的很幸福 早餐你有中式可以選 西式可以選 現在可能還有日式 韓式等等 對 太多太多了 以前我們稱呼台灣的早餐的鐵三角 會說是什麼 會說是燒餅油條配豆漿 燒餅油條 豆漿飯糰 那我們講比方說美式的早餐就是 漢堡 薯餅跟咖啡 必備 那我覺得我們在做蒸放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的鐵三角就是 吐司蛋餅跟大餅奶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的組合 那這個是我們那個 豬肉蛋三明治 它很簡單就叫豬肉蛋三明治 一個直球對決 那我們當然是 在做這個品項的時候 我們想的是這樣 三明治 蛋餅 大餅奶 會是個台灣早餐 這個食用裡面 最跟漢堡 薯餅 熱咖啡 是一樣的狀態 這是你自己心中所想的 還是整個團隊 這是我想的 這個鐵三角是我想的 是你想的 所以小時候打電動 就會有一個坦克 ADC跟補師一樣 完蛋 我聽不懂 沒關係 字幕 這就是我們心中想的 一個早餐 它的合理樣子 它會有 像你想蛋白質也好 澱粉也好 然後會有口感的呈現也好 或有一杯療癒的奶茶也好 我覺得 這是我們在做早餐店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設想的樣子 當然我們開發更多 我們不喜歡甜的 就是我們在設計真方的甜的時候 我們都會考慮到另外一點 其實是口感 所以在我們在做花生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少一個 我們自己手炒的花生顆粒 或者是口感 我味覺的層次 因為我自己非常愛吃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 是有要求的 所以如果你有去吃真方 它就不是只摸巧克力醬這樣 它已經中間會再有一個脆脆的東西 或是更濃郁的東西 讓這東西變得是 更有層次跟風味 我有在飲控 我都受不了 每一次吃完這個肉蛋 我還是會再歪在一個花生 甜的真的很棒 太可怕了 但是我也很好奇 就是我們的蛋餅 蛋餅有這麼多種 為什麼你選的是 粉漿蛋餅 我覺得粉漿蛋餅 是可能南部人小時候很常吃 那我們今天做早餐店 我們研究一下它 蛋餅分很多種 有那種餅皮感的 脆脆的 有這種粉漿的 淋的 現煎的 那這兩個差異呢 最大的其實是說 口感 然後大概是風味 那我覺得早餐店 一個靈魂是醬汁 醬汁 醬汁 所以我們的脆的就是口感很多 醬汁不要那麼被忽略 那軟的就是它搭了醬汁去吃 其實非常非常舒服 所以連醬汁也是你自己特挑出來的 醬汁是我們那個 從小吃到大的醬料啊 屏東之光 靈魂 靈魂 但是在台北市 你覺得這是台北市一個lifestyle 但是你居然你覺得 就是要粉漿蛋餅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是屏東人嘛 還是沒有忘記家鄉味 我是屏東人嘛 我就覺得那時候 我就是想要做這個 就是我從小吃到大的 那我現在還可以做 我做了五年 做了十年 換他們從小吃到大的 我覺得可以喔 那飲料的部分 其實鐵三角之一居然是我們的飲料 我也 我去觀察 實際觀察我們真方的客人 有很多媽媽她推著推車帶小孩去 她沒有買別的品項 她就是買我們家的飲料 有 為什麼 真的在早餐店這一次上面 因為它 我們再往上推一點好 台灣連鎖早餐店 它是非常非常多家的 它是個工業化時代的產物 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認真 認真泡茶 因為我們不會 我們是個外行人 所以我們認真找了很多茶行 泡茶 練習 把茶變得好像貌合 好像自己 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台灣 在這近幾年 大家對於早餐的 很容易去組合的狀態 它讓你今天早上的快樂程度 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像台灣早餐店 大部分飲料都含糖 但可能不多 可能以減糖也為主 但它的快樂程度是有點加分的 我都要去上班了 我都要對抗這個世界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吃得這麼辛苦 我先吃飽一點再去這樣 我剛剛為什麼會問壽哥 他對你的早餐 其實他有很深的一套見解 這是來自於他之前的經驗 你在開早餐店之前 你當導遊 你從商 但是你是讀商的 但是你選擇第一份工作 是當導遊 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就是導遊 因為我愛分享 我愛講話 我們那時候老師就跟我說 你真的很適合當導遊 我就去Google 那時候Google 導遊加門檻最低 然後就開始從學生團開始帶 然後帶大家遊山玩水 然後慢慢的認識台灣的一些 不同的地區 它的不同的飲食文化 那我也把這東西 介紹給我的客人 讓我客人去了解不同地區 不同的農作物 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風味 那當然後來開店之後 我們有自己的見解 那也是透過導遊 透過我以前海外打工的經驗 把這個總合在一起這樣 在當導遊的時候 其實你有一項是 應該是跟到收割的團 應該會做的 就不一定你會是在飯店裡頭吃 很制式的早餐 你會帶他們去騙尋台灣各個角落 很不一樣的早餐店 早餐文化 對 你那時候怎麼帶團 就是一樣你在飯店 你就會很至上 你早上吃Buffet 那個Buffet就長那樣 它會有好的咖啡 咖啡雞 然後會有Omelet 它會有很多吐司對不對 那如果你在台南 你要不要帶我們去吃個牛肉湯 對 不能沒有吧 對 對吧 那早點起來 我們去吃個牛肉湯 再開始今天的行程 那你都到了台南了 那一樣你到台中 會不會也去吃炒麵 配豬血湯 然後到彰化 你們大家去吃控肉飯 我覺得都體驗早餐文化 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在這個旅遊的過程中 你當然可以多一些些不同的體驗 那當然其他的時間 也會有不同的餐點 去介入他的旅遊這個體驗 那我覺得早餐是很好 開始的一款 因為它很輕 它可以很多選擇 它很多元 那當然不管台灣聯手早餐店也好 或是地區早餐店也好 我覺得那都是個 很好很好的加分體這樣 在做導遊的過程 你當導遊那幾年 大概五年時間 五年 三到五年的時間 你走了這麼多的早餐店 偷偷問一下 心裡面的第一名是誰 我們家 就是真的是我從小吃到大的早餐店 是我最喜歡的樣子 對 你心目中你覺得台灣的早餐店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它會有一個 早餐店的氛圍 它就會有人來人往 會有做菜的聲音 會有人的聲音 然後會有媽媽帶小孩的聲音 會輕輕輕 然後會有叫號的聲音 會有那個林先生 林先生的聲音 帥哥 對 帥哥 美女 那種那個是vide是我最喜歡的 所以我在我店裡面 也營造這個感覺 會有親切人跟你說早安 或是跟你說 東西不要忘記拿等等 我覺得那個vide是我 看台灣早餐店 我很喜歡的樣子 那對你來說 應該是一種家的感覺 你當了導遊之後 後來有大概兩年的時間 你到澳洲去 去打工 但是後來是因為 早餐把你換回來 那時候就在澳洲打工 我們在鐵裡面打工 我們在一個很大的蔬果包裝廠 然後包一個很好的農作物 回台灣之後 我們就想要做什麼 那我就想說 那把我以前做導遊經驗 把我吃艾斯德經驗 把我做農作經驗 我就把它變成 我開了早餐店 然後把這些元素都整合 然後就開了整房 回到台灣之後 你真真正正決定 你要開一家早餐店 那那個時候起頭 萬事人家說萬事起頭難 對 怎麼開始的 就先去那個 那個道具街找設備 問他冰箱多少錢 然後開始每天早上先去吃 別人家早餐店 看他們為什麼會紅 然後他們賣什麼 他們體驗 我們體驗的是什麼 那再把我們這些過往今天結合 那我覺得當時 一定是有起心動念 就是我從小吃到大的早餐店 它那時候要熟掉 我覺得很可惜 那我就覺得 那這個好的樣子 我想把它留下來 所以我才做這件事情 第一家店在台北市的東區 在信義區 信義區 對 在信義區 那一家店你當初怎麼選擇 那個地方 因為那時候就是想 台北市這麼大 人口這麼多 那哪一個地區的人比較忙 那信義區的人比較忙一點點 所以他就可以 趕快拿早餐趕快去走 然後當然我們當時 也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想說 信義區的人的收入可能高一點 比較不會計較這個價錢 他們比較喜歡高品質的食物 所以一開始就喜歡信義區 那個時候其實你在澳洲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其實你從食材本身 你就非常的堅持 對 回到台灣開了第一家的真方 你也是秉持這樣的理念 因為你 台北人真的買單 對 如果今天它是 相對的在單價上 會比較計較的地方的話 我們可能沒辦法去呈現 好的品質 好的食材的選用 那當時我們選信義區也是希望說 假設今天我們可以提供這樣子的環境 不管是這樣的產品和服務 是不是有人買單 那在信義區相對的 一開始 就採進的地方還蠻好一些些 剛開始其實你們人少少的 人少少的 跟你朋友一起開了這一家店 對 三個人 對 三個人 那一天賣幾分 80分 我剛剛問他 他說他每天都覺得生意還不錯 生意不錯 因為80分一定會賣完 每天都賣80分 賣完就沒了 賣完就沒有了 因為我不會做太多分 那時候就是每一天來自己做 然後自己做 慢慢做 然後煮茶也好 備料也好 然後煙肉捏肉 採購 都我們自己做 所以你的工作量就是 沒有太多夥伴可以一起分擔 當然就是從80分 然後慢慢的越來越多 然後店越來越多這樣 其實你在經營早餐店 除了把東西堅持式這些品項是 衛生 安全 而且美味的 你有歸納出一個你經營店家 你的黃金原則 有 我自己覺得就早餐店它是 我就餐業 餐業有幾個原則 兼職就是產品 空間 服務 那我覺得你的產品就是你的優勢 你的產品是什麼 什麼類型 你提供什麼樣的產品 跟消費者對話 那你的空間是否是舒適的 比方說高級的餐廳 它會有不同的空間呈現 比較像是平易近人的快節奏餐廳 它要透透明亮 再來是服務能不能做到 讓消費者有感 那這個是我們在對消費者溝通的好 或是對內對夥伴溝通的好 一樣都是用這個原則去溝通這樣子 你在開這家店 好像看起來大家都覺得你順風順水 路非常的順利 一直到2019年 對 疫情準備要爆發了 對 那個時候你看到了 好像有點絕望的味道 有一點啦 就是那個封城的那一天 就是我就站在那個 台北市最繁榮的市政府的那個交叉口 中校東路跟基隆路的交叉口 我在那邊半小時 一台車都沒有 我想說 過年嗎 沒有 怎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 大概就站了三天都沒有車之後 第四天就有人出來 因為大家還是要上班 所以我們在服務的這件事上面 我們還是支持有地區的需要 還是有人要維持這個基本的營運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了滿多的活動 不管是 就是易送早餐給警銷 醫護人員等等 我們做了滿多這樣的事情 在疫情的那兩三年期間 其實很多的企業家都跟我分享 他們得到更多的是養分 而不是在那個時候有多痛苦 有多絕望 你學到什麼 我覺得是其實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很感謝 有一段這樣的時間 讓你去reset自己 因為你剛開店 然後你也在成長 其實你很多事都不這麼完整 那你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而轉行 你也沒有因為這件事情絕望 但你有很多空間 可以把這件事做得更好 它按了個暫停 讓你可以去整理自己 我們那時候好多事都是在 疫情的時候把它做完整的 不管是內部的資助架構 像現在大家最煩惱的人資架構 其實都是在疫情那 封城的短短六個月 甚至到一年內 我們把這件事準備起來 那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想像是 越往後 它會越難完成這件事 因為又回到一個高度競爭的環境裡面 忙碌 你每一天day in day out 你好多事要做 你就會忘記這件事 所以剛剛好這段時間 我們有把握住 我們把這段時間 來reset自己 把公司變得更好 其實那時候很多夥伴 也都一路跟你到現在 後後也是吧 我們夥伴都跟著滿久的 對 那一段期間他們跟著你 你在那一段疫情的期間 你讓他們做了哪些 訓練 培訓 訓練一直都在做 不管是我們有讀書會也好 我們真的是內部很多會議 在討論早餐店要長成這樣嗎 我們跟別人早餐店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要堅持做這件事情 把價值梳理清楚 把我們想要對外跟對內溝通的 核心價值觀樹立起來 然後我們因為這樣子 花了很多時間做 相對的 在內部夥伴也會有 一致的語言可以溝通 其實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台灣也好 在台北市也好 你要經營一間早餐店 這個是競爭 但是你不認為它飽和了 因為你必須要做出區隔化 你要有自己的一個風格在 我們有一個定義 你給自己一個目標 你要成為 Rocal Hero 怎麼樣去達到這樣的事 台北市好多早餐店 大家都想做這樣的角色 是 我們就先講了 我們就想要當台北早餐大王 那我們不只販售早餐 我們也告訴你台北文化 我們告訴你台北的文化 除了燒餅有條豆漿 除了青州小菜 除了我們在賣的 比較相對高的早午餐店 我們也會像這樣的 更新過的台灣 台味早餐店出現 所以我們在做它 不是只是單純販售 我們也做了很多不同的 跨界的聯名 甚至像我們今年 還有預計要出一本書 講台北市的早餐 台北市的早餐 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實際是有一個 很完整的核心價值是 我們想要代表一個 城市的樣貌 那這城市的樣貌 它不只是高品質 它高節奏 它甚至的服務也好 它給人的感受也好 我們盡可能參加台北市一些活動 讓我們自己可以更融入這個城市 讓外面的人來到台北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子的環境 可以提供你 或者提供對話 讓大家去了解 我原來台灣早餐這麼豐富 它不只是土司三明治 不只是蛋餅 它也可以順便地 體驗到更多不同的 不管是有燒餅油條 豆漿也好 不管是鐵板麵也好 都可以 那我們盡可能是用我們的這個店 用我們的資源去介紹 這個早餐文化跟城市的樣貌 你有沒有考慮有一天回去你的家鄉屏東開 大家應該很好奇就說 屏東小孩 謝謝台北開 你要當台北的Local Hero 沒錯 那屏東呢 屏東很多Local Hero了 打不贏 不會有這個想法 不會 因為我們剛好就是在一個時間內 我就做這些事 當然我們可以很幸運的 可以在這個地方做這樣的事情 讓消費者可以接受 其實在台北開一間早餐店 你覺得在中部還有南部甚至東半部地區 都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第一個是他們的相對 工作環境不一樣 比方說你在中南部好 他們可能相對的 農業的人還是相對的多 他們時間是不是要再早一些些 他們可能三點就要開始再賣早餐了 三點四點 那可能在台北 我們現在也好像上班族 也比較晚上班了對不對 他們可能不像以前 Body一樣打卡上班 沒有 我們還是很早 可能新聞也更早一些些 那可能現在在台北市的售後族 可能10點才上班 那你看台北市的早餐 它會開得相對晚一點點 它時間會拉長一些些 那就跨到早午餐 讓這件事情是更完整的 All day daily 那這個東西在中南部可能沒有 那這個是剛好是區域的差別 跟就位人口的關係 所以比如說早餐店 很容易看城市發展 跟社會發展是因為 它是隨著社會的需求 而衍生出來的行業 如果今天我們不是要快速的上班 我們不會有這麼多早餐店的 我每一次去到正方 我都有一個好奇 我覺得這個店員是 他是老闆本人吧 因為他們都很熱情 其實就像你一開始 在開你第一家店 你自己一個人在經營的時候一樣 這非常熱情的 會覺得說 他就是我家開的店 我來招呼我的客人 那你家的夥伴也是這樣 你給他們什麼樣的環境 或是待遇條件 他們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我覺得現在餐飲業是一個 相對混亂的行業 所以它會有很多不同的樣貌 我們可能沒辦法代表 全部餐飲業講這件事 但早餐店是很容易了解的 大部分的早餐店 它的品項非常非常豐富 可能會100 甚至200種品項 那我們品項稍微精潔一些 所以工作的複雜度 就更單純了 但是工作環境 你有沒有給夥伴 相對好一點的環境 相對的 我覺得好是相對的 薪水高地也都是相對的 那在於我們的早餐店這件事情 你能不能跟夥伴有共同的價值觀 就比方說 他是不是認同文化這件事 早餐文化是不是可以被傳承 我們認識跟客人的互動是自視的 還是你是真的關心他 所以像我們跟夥伴訓練是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跟客人聊天 你就先從誇獎他今天很漂亮開始 你今天寫著很漂亮 難怪早餐店阿姨都說我們是美女 帥哥美女 原來這個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那這樣的話 你的夥伴也相對的在工作環境上 他得到一些成就感 有互動 有人給你正面的feedback 他才願意在這行業內生根這樣 缺工這個事情 你確實有找到一個你處理的方式 但是食安這個議題 一直是餐飲業 大家非常頭痛的事 今年 年初的時候也是一連串的 您自己來看 因為你本身並不是 就是從事餐飲業出生的 你學過商 你也當過導遊 你做過很多的事情 你回頭來看台灣餐飲的 這個食安的議題 還有食安的危機 你覺得真正的關鍵在哪 怎麼樣預防 就是 餐飲業者 我們是最後一線 我們真的是最後一線的 我們在轉售給消費者 所以我們有沒有能力 要往上游追 我們是不是真的了解製造的過程 我們是真的了解原物料的來源 那當然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可以往上追溯的 所以我們不管 我們是加入溯源餐廳也好 不管跟我 跟我的農友 不管是我的合作廠商 我的雞蛋 我的茶葉 我的牛奶 我的土司製造廠商 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們保持 供應鏈的管理跟原物料的 合作夥伴的關係 那這個對價關係 會讓你在面對消費者的時候 更好跟他們產生說 這東西的價值在哪裡 安全是一個價值 如果可以溯源 它要安全 它相對的有效率跟美味的時候 這個早餐的價值 才有機會跟別人有一點區隔 這件事是需要在產業者上 去多注重 所以越大的品牌 它會回頭要求它的製造廠商 我希望我們也可以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這樣要求我們自己 如果有機會 我們能力 我們有個很好的地區可以開 辦團店是不是很好的選項 有可能嗎 是不是很好 你會 你心中的第一名 你要開一家店 辦團店 我非常期待 我想那個員工應該會很辛苦 這是老闆心中的No.1 不是不是 這是老闆心中No.1 你對它應該會非常的嚴格 你對它應該會非常的嚴格 你對它應該會非常的嚴格